大家好,我是帅老师 今天我们继续关子系列系题的分享 首先我们看右上角这道关子题 黑线 此时黑棋的第一杆 是往下冲 白棋这里不敢打 黑棋打之 白棋连接 黑棋再打 白棋接 黑棋向下一打 吃住白棋 面对黑棋这个冲 白棋只能退 黑棋继续冲 白棋护住 这是大家最容易想到的黑棋收关次序 在这里黑棋有一个收关妙手 是点在这 白棋不能接 黑棋打吃 白棋连接 黑棋向下一拐 吃住白棋 这里白棋只能接住 黑棋往下拐 白棋 白棋 白棋这里不敢断 黑棋打吃 白棋连接 黑棋向下打吃 吃住白棋 白棋只能从这个方向打吃 黑棋连接 黑棋连接 白棋挡住 黑棋先手搜刮了白棋更多的木树 我们再来看 左下角这道关子梯 还是黑仙 黑棋最容易想到的收关方式 是一路搬 白棋不敢打 黑棋打吃 白棋连接 黑棋搬死白棋 那么面对黑棋这个搬 白棋作业是正招 黑棋在这个位置搬不死白棋 在这里 黑棋有一个最佳的收关方式 是先搬 白棋断 黑棋如果打吃 白棋连接 黑棋搬 白棋打吃 黑棋打吃 白棋踢掉 这个收关次序 要比刚刚的收关方式要好 这里黑棋不满意的地方 是这颗黑棋连不回去 将来白棋提掉这颗黑棋 黑棋还需要连接 那么这里黑棋最佳的收关次序 是一路点 白棋只能连接 黑棋搬 白棋打吃 黑棋打吃 白棋提掉 这是黑棋最佳的收关次序 这是黑棋最佳的收关次序 的收关次序 1月的收关次序